人生中的那些合理和不合理 冒险家协会的总部在智东 旅行者在提瓦特大陆上最稳定的经济来源 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每日委托任务 所以爷每天领的都是智东的工资 九条沙罗 天里有凤琴的大将 拥有高贵的天狗血统 和像乌鸦一样漆黑的翅膀 但飞行时却还是得用风之翼 风史莱姆能制造风场 风神也能制造风场 严史莱姆有盾 严神也有盾 雷史莱姆有两个 雷神也有两个 曹史莱姆会生小曹史莱姆 那草神 提瓦特著名童话 野猪公主 讲出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从前一只善良的野猪公主 遇到了一只小狼 在得知小狼的不幸遭遇后 公主非常想和小狼成为朋友 乌龟爷爷告诉他 友情需要牺牲 只有牺牲才能成就友情 公主恍然大悟 他想求狐狸与乌龟 先来做他们友谊的第一批见诚人 最终善良的野猪公主 牺牲了狐狸与乌龟 狱小狼还累吃了一顿野猪大餐 又喝了一锅乌龟汤